这个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讲平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成 那么我们实际上碰撞 这个碰撞里面我们有一个 待会我要仔细说 就是有一个假定 就是它都是两两碰撞 没有三分子碰撞 三分子碰撞在这里我们不考虑 因为这个就三个粒子在同一时间也碰上了 那么这种几率是非常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我们只研究一个圆碰撞 然后下一个碰撞和这个碰撞之间 是有一定时间差的 所以我们把一个圆碰撞分析清楚以后 就可以把整个的那个碰撞图像 就把一个圆一个圆的给它 给它加起来 不就是整个在单位时间里面碰撞了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的分析就发现 就是这种碰撞过程 可以等价的表示为什么呢 就可以等价为一个质量为M2 就是这个折合质量的分子 以一个平均速度U 在这个就是碰撞到一个镜子分子 就可以等价成这样的过程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了 然后呢 这个等价的分子运动速率呢 满足这个Max2方程 Max2分布 就是这是速率分布 然后呢 我们知道两个分子 我们至少在理想气体里面 两个 这个分子的碰撞过程它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我A分子和B分子先碰撞 然后呢 碰撞以后A分子就到这了 然后再和C分子碰撞 那么这个A和B的碰撞和A和C的碰撞 之间是独立的 就没有任何 它们两个碰撞这个事件是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那么就好了 就是说我把一个圆碰撞做出来以后吧 那么当然在下一个碰撞 它会有个角度 那么我不考虑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程拉直 那么拉直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计算出它的碰撞频率是多少 就平均碰撞频率是多少 对吧 就把这个圆筒 那么显然 如果拉直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了 比如这是一个圆筒 对不对 这个圆筒的半径是这个粒子 就是这个粒子的有效 就是这个瞄准距离的直径 这个粒子每秒钟走多少速度的话 它就会少过一个圆筒 那么显然 那些静止粒子的置心 如果在这个圆筒内的话 它一定要和这个行走粒子做碰撞 所以呢 它的碰撞数 就是单位 就是在这个时间内 通过这个圆筒 这个通过 就是在这个圆筒里面走多长 它就有一个体积 那么体积的话 它的走的长度呢 就是它的平均值 就是相对运动的速度 乘以德德T 就走多长 然后乘以呢 碰撞节面 那么这就形成一个圆筒 显然圆筒里 置心在圆筒里的粒子 都要和这个粒子进行碰撞 那么总的碰撞数呢 这是 这个是那个体积 这个就是粒子数密度 对吧 那么把它乘起来以后 就马上就得到 在德德T时间里面 这个行走的这个粒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图像 就是说 把所有的粒子都给动在那儿 然后这个粒子在里面走 这个图像有一个弯 就是说 第一 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体运动 变成单体运动 第二 两个碰撞之间 是没有关联的 在这个假设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像 描述成什么呢 有一些粒子 它不动 在的呢 然后只有一个粒子在走 它走的过程中 它会碰到别的粒子 那么它的 在德德特T时间里面 它会有多少次碰撞 平均意义上有多少次碰撞 那么就是 就这么算出来了 对吧 这是一个小技巧 算出来以后的话 那么 就单位时间里面 就是这个 德德特T时间里面的碰撞次数 那么显然碰撞频率就是 碰上碰撞次数除以德德特T 那么就是二派地方 U bar N 听完了 就平均碰撞频率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再看平均自由乘 平均自由乘 都把平均数拿上来 对吧 平均自由乘 显然是这个粒子的平均速度 除以这个粒子的平均碰撞频率 那么 那么平均碰撞 平均碰撞频率等于 根号二 Sigma V 平均速度 就是这平均速度 然后才乘以N 然后这个V和这个V一消 就剩它了 然后我们 这是一种形式 我们还可以换成 这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N 换成P和KBT 就写成这个形式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 就是说在等温下 在这个环境上等温的话 这个气体压力越大的话 这个平均自由乘就越短 那么在一个等压的情况下 这个气体的温度越高的话 它平均自由乘就越长 就出来了 然后这是一个粒子的碰撞频率 如果整个 就是单位时间内 这整个系统里面 发生了多少次碰撞 那就是用这个算 你乘一个N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它的粒子数密度 然后为什么要二分之一呢 就是说 你算了两次 A和B算 A和B算了一次 B碰撞A又算了一次 所以你得出药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氮气 它的碰撞节面 它的那个直径是 0.37纳米 然后它的粒子数密度 是2.7乘以10的25四方 米平方 然后它速度 我们知道大概是500米每秒 然后我们就看 算它的平均碰撞频率 所以是82亿 是吧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再算算 它的这个走路 走了多久 那么V是500 除以8.2乘以10的九四方 是什么 6.1乘以10的负八四方米 那么61纳米 这个粒子的直径 是大概是亚纳米级的 对不对 它走61纳米 就碰撞了一次 有纳米级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理论的推导 那么这个东西 确实在世界上 确实在有人错 对吧 而测出来图像 跟我们的热血图像是一样的 最鬼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看 我们看由于这个 碰撞频率如此频繁 所以它 虽然每秒钟能走500米 但是它走不了多远 对吧 那么最鬼也是 如果一个人走的话 把苏就从这儿走到食堂 比如说 吃饭吧 一会儿五分钟 然后要扩散走的话 就得追着走 那就得几个小时了 这个一样的 就有根号的关系 好 那么这个就我们解释了 刚才那个看起来 有点 有点 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地方 这个就解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